真的是瘋了 居然敢從蛋開始養鸚鵡 而且沒有養鳥的情面 除了羈押以外 因為喜歡的鸚鵡太冷門 找不到小鳥 只好買蛋回來自己孵 別人孵鸚鵡是用上萬元的孵蛋機 啊我用這種超陽春孵蛋機 但也是有孵出來啦 也有可能是我曬到 原本買的保溫箱不能用 半夜還跑去找老闆借了這台 超好用的 我買了兩顆蛋 出殼時間相差四天左右 出生後要等它充完才晒之後 才可以開始餵 然後就開始不眠不休的泡奶餵奶 前期兩個小時要起來餵一次 連半夜也是 朋友約我出去都說我小孩現在不能睡鍋夜 在我的細心呵護下 他們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成長 傳給老闆看還被稱讚了呢 有人要猜猜是什麼鸚鵡嗎 公布答案是甲丁式鸚鵡 大隻的出殼第14天好像稍微會讚 顏色變深了 而且餵奶開始很好餵 屁股長了一些像粉色的東西 應該是絨毛 最重要的是今天開眼了 但還是小小一個縫而已 現在抓起來重重的手感很不錯 小隻的第10天肚子噶得是在清一下 它消化比較慢 所以改泡吸一點的奶試試看 不然食物積在樹腦也是蠻可怕的 每一口餵之前都會測一下溫度 溫度OK才開始餵 腳環到貨 9咪的不鏽鋼環 聽說甲丁咬合力很強 所以用不鏽鋼的 用鋁的危險 今天大隻的第17天 比了一下它的腳感覺差不多了 本來是20天以後才要戴 前輩說如果20天內戴了不掉 氣格都會不錯 希望你是大格的 怕磨到腳還拿了橄欖油 今天要帶他們去健檢 因為第一次養鸚鵡 不知道怎樣算健康 與其花一堆時間看不一定正確的資料 不如直接找專業的 這次去的是專門看鸚鵡的獸醫 檢查的結果是 糞便居然有細菌 還好狀況不是很嚴重 醫生原本打算開藥備著 有狀況再吃 後來想想 還是先吃3天回診再檢查一次 原本底採用的是雪花飼料 後來聽醫生的建議改成排水墊 對他們的腳發育比較好 怕腳會掉下去 用兩層交叉發現居然可以 收到很多問鸚鵡的訊息 推薦大家直接去問獸醫 畢竟獸醫會負責網友不會 養寵物該花的錢還是要花 大家3000 直接告訴你們 如果是 oni會嗎 今晚點如果是我們 真的要快點 真的因為 你們不是有秘密的病話問 有一天 你剛才想問得到 你們是我們 快點要快點 你們是如果有什麼 快點 在心